每人都知道死亡是人生必经的阶段 但有多少人又可以坦然地面对呢? 移康中心一向自力令长者活得开心 活得有尊严 所以当远有日渐衰弱 就会与他们的家人联络 看看有没有需要接受移养服务 那什么是移养服务呢? 移养服务就是老人家临终之前的一段路 而目的就是我们要提供一个无痛苦 还有让他们远有最舒服的一个狐狸的计划 在这个计划我们就不会再积极地医治老人家的病 而是最主要就是让他们很舒服 譬如没有生疮 譬如就让他们没有痛 是可以很舒服、很安长地走到最后一段路 日裔的大足周一先生 在半年前已经开始接受移养服务 不知她的女儿有什么看法呢? 所以当Yihong told you that your father is quite weak what was your reaction? Was it hard to decide to take palliative care for him? 我们 decided to keep my dad here at the Yihong Center in palliative care 当你们通知家人说老人家需要移养服务 他们会不会有很大的反应呢? 到我们要跟他们说移养服务的时候 虽然对他们来说始终是一个很困难接受的消息 但是因为大家一直的沟通 所以变成了他们不是一个突然期来的一个消息 我知道慢感宜康这里的移养服务 有一个特别的项目 就是帮老人家做一本纪念冊 其实这个构思是怎样来的呢? 其实我也要多谢香港的一个 很不谋利的慈善机构 他们有个护理院的院长 是去年来看我们的移养服务 我也有机会向他们学习 他们在香港就有一个服务 其实就不是移养服务来的 不过为他们的院友 他们的院友其实精神状况 身体状况比较我们移养的老人家是好些 就做一个叫做纪念冊 我觉得这个纪念冊 如果在移康养养服务那里 是会更加令到我们的养养服务更严肆 等到家人和院友 走最后这段路的时候 是更加大家的关怀 和接受的程度会更加好的 这本纪念冊是怎样做的? 其实这本纪念冊 我们都没有一个特别的规矩去规限住脚 很多时候我们因为透过这个养养服务 我们希望老人家能够可以怀面过去 比如一些他以前的人生的事迹 例如他们是怎样去认识他们的配偶 他对他们的子女的认识 对工作上有什么贡献 对家庭里面有什么贡献 他们做的过程很开心 其实有些时候他都不记得了 透过这些事迹和他们怀面过去 就令到他们发觉自己 原来我自己曾经有个很辉煌的事迹 令到他们发觉人生回想是无憾的 以至到他们能够勇于面对前面要走的路 您有个小时方才能碰到哪个优秀吗 这用你的父亲记得很开心 对家庭里面有些人 我的母亲有严肎 所以他们两人一样看看自己的事 做到你的家庭里面 你还很年幻 这一人是你 你才中年 herself 这一人是十五岁 我最年害命的优优 我许个第一个优优 那Frank做這本紀念冊時 他有甚麼反應 其實有很多時間是很開心 也有段時間是有流淚的 因為當他回想一下 在他以前在二世紀大大戰的時候 在日本人和加拿大人的翻譯工作 當我們回想一些這樣的事跡的時候 他是有流淚 也有開心的時間 講一下怎樣跟他太太解厚 在哪裡結婚 他怎樣款待他的客人 所以他有開心 也有時候有流淚的時間 除了做紀念冊之外 還有甚麼服務 可以幫助而養的老人家 我們曾經試過有一次 是用這個網絡鏡 是幫我們這裡的院友 與他們的家人 在外地的家人聯絡 透過這個視像的服務 能夠幫助他們在兩地相連 回望過去遠眺未來 我們又會怎樣評價自己的一生呢 好似另外一位參與紀念冊服務的院友 Nora 在醫護人員眼中 她又是怎樣的呢 我在本簿寫了 我最喜歡 最留給我最深刻的印象 就是Nora的微笑 還有她那種代人接密 那種和海可親的那種態度 她也讓我來看見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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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也讓我媽媽和爸爸 因為她們也被癌症 也讓我來看見她 因為她們也被癌症 因為我不喜歡 不想讓她那麼快走 我就想再親她多一次 再害她多一次 雖然Nora已經離開了我們了 帶她留給大家的 絕對是開心的回憶 那這位呢 在人人心目中 都是這麼開心的老人家 就是Michael 我們現在身邊這一位 吳君寅先生的媽媽 那就和Michael聊聊天 我想問一下 你媽媽是何時過世 可不可以跟我們說 還有她給你的印象是怎樣 我媽媽是上個月4日 在儀康的Markham中心去世 她給我印象 她是一個經常都喜歡笑的人 她就經常跟我們家人說 她說她這一生 一生都很開心 一生都沒有牽無掛 沒有什麼顧慮 她臨走的時候都很安場 其實真的是一種福氣 媽媽當初是自己 在志願選擇去儀康來住的話 是的 我媽媽是幾年前 她因為行動不太方便 她是她自己提出 叫我們申請入儀康 因為她一向都是不喜歡 經常要父女人 她說她希望可以入到儀康 就可以開開心心地度過她的晚年 她是她自己的意願來申請入儀康 那你覺得儀康有什麼服務 是幫得到你們家裡的呢 儀康她除了在健康上幫到我媽媽之外 她最另外就是 好像我媽媽在最後那段時間 知道自己需要儀養服務的時候 我媽媽就提出 可不可以在儀康能夠開開心心 完全沒有痛苦地度過她的餘生 那儀康就答應了她這個承諾 所以在最後那段時間 她都在儀康那裡 在很熟悉的環境裡 就很舒服地 沒有痛苦地度過她的豐富一生 我相信一定是很喜愛儀康才會有這樣的決定 其實講到儀養服務 Michael 除了你媽媽之外 我相信對於你和自己的家人來說 儀康中心的儀養服務一定有很大的幫助 是嗎 這個是絕對的 因為在我媽媽的例子 當她知道自己需要儀養服務的時候 她的儀康的醫護人員和社工 都盡量來安慰她 支持她 我媽媽都很坦然地接受這個服務 到臨尾的日子的時候 那些醫護人員就很細心地 和很關懷地 露眉不治地照顧她 主要是讓她不要有任何的痛苦 有任何的痕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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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任何痕療 有任何痕療